如何客观评价丁元 先说个颠覆的 丁元是猛将 有勇武善骑射 哪些人会骑射呢 幽州的公生战 寒当避难幽州的太子词 梁州的董卓 庞德 宾州的吕布 中原只有安徽伯州的 曹仁曹张 文阳 江南没有 发现没有 会骑射的全是武力高的 所以吕布杀丁元 大概率是偷袭 如果真是战场交战 丁元并不弱 相反 丁元不是文官 他才知书少有利用 不是很有文化 了解了这个 我们再来看他的 统兵经济制衡三个维度 先看统兵 188年 宾州刺史张义 在抵御胡人时被杀 丁元继认为宾州刺史 丁元的作战风格 是身先士卒 冲在最前面 这样看起来 丁元是个武夫 谈不上统兵能力 不过这也和丁元的出身有关 他不是士卒 是寒门 想要出人头地 只有自己身先士卒 靠着身先士卒当上献力 当然 这也跟他是寒门有关 寒门是寒了的士家大族 以前辉煌过 现在寒了 但一些士家大族 还念寒门祖上的恩德 会提拔寒门子弟 比如邓爱 就是这样被提拔起来的 丁元也是 靠这个当上献力 一步步做到刺史 再看制衡 有人说了 丁元是猛将大老粗 还懂制衡呢 你还真别说 丁元还真有些制衡手段 丁元当宾州刺史后 皇后士大夫阵营和太后宦官阵营 都拉拢丁元 丁元两边都不得罪 他手下有两个从事 一个张辽 一个张扬 他把张辽派去协助皇后士大夫阵营呢 也就是大将军何进那里 派张扬去协助太后宦官阵营 也就是武太监简朔那里 两边都不得罪 做官局势 结果简朔被何进灭了 那丁元就果断投靠何进 皇后士大夫阵营 立刻重用丁元把丁元和董卓 放在一个高度使用 同时用丁元来制衡董卓 丁元被分为执金域 奋命带领军队逼近皇城 本期待进入高端局大干一场 结果没想到 被自己提拔的主部吕布给杀了 因为董卓要背叛皇后士大夫阵营 要背叛袁家 所以自然要解决 这个被派来制衡他的丁元 估计是吕布偷袭 丁元大意了没有闪 再看经济维度 这个没法看 丁元188年当上宾州刺史 189年就被吕布杀了 经济维度砍掉 总结一下丁元 因为是寒门所以能起步 因为有勇武骑射冲在前面 所以能升官 因为意外事件 宾州刺史被杀 他蹲到个机会 因为耍滑头两边下注 所以投机成功 被何进集团重用 用来制衡董卓 被董卓杀掉 结束 其实丁元和邓爱很像 都是寒门都是被重用 都以为自己进入了高端局了 结果都完蛋了 其实内因还是出身太低 练级慢 高端局经验不足 进去就被秒了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 政治经验不足的时候 进入高端局不是什么好事 许多朋友问我 三国志太难懂了 而且是按人物来的 不是完整的故事 资资通界又太流水账 也不是故事 有没有好懂的 又读着是完整故事的 我在这里推荐 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 吕思勉先生与陈元先生 陈寅确先生 钱穆先生 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 他的三国史话 对于初学者非常友好 容易看懂 故事性也强 我非常推荐 对于初学者的三国史话